一只老鹰正在扫荡马蜂窝 看它那套熟悉的操作完全是个惯犯 都说马蜂窝不能捅 我想很多人被马蜂折过都会有难忘的经历 但这只猛禽看到马蜂窝不但不害怕 还能美美地吃上一顿 众所周知 在食物链中作为凶猛的捕食者 老鹰通常会捕捉一些鸟类和老鼠等小动物作为食物 那么为什么这只老鹰偏偏要来蜂巢 甚至对飞来的马蜂也全然不顾 总是专注于自己的近视动作呢 其实这是一只蜂鹰 作为鹰科的中心猛禽 它们不仅吃蜂 还吃其他一些小动物 但顾名思义 蜂鹰主要以黄蜂 马蜂 蜜蜂等一些喜欢吞食蜂的蜜蜂为食 温暖而蜜蜂 即使成年黄蜂有毒刺 它们也不介意用来填饱肚子 因此 即使对于周围成群结队的愤怒黄蜂 这蜂鹰也丝毫不惧 相反 那些不怕死的黄蜂 还想尝试着攻击来袭的蜂鹰 但它们的毒刺 似乎对眼前这个强大的对手 完全没有致命的威胁 蜂鹰一般长50至62厘米 重800至1200公斤 颇具代表性的物质 是视频中的东方蜂鹰 它的脸长而密不灵片 这样黄蜂拿它们没有办法 对于蜂鹰无忧无虑的进食 那些飞来飞去 试图保护蜂巢的马蜂 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 继续破坏自己的家园 将隐藏在蜂巢中的幼蜂 慢慢吃掉 这时又有一只蜂鹰 出现在蜂巢下 但看它的样子 似乎并不太恶 只是站在树枝上驻足 在对黄蜂进行了公平的挑衅后 它又迅速飞离了这里 而还没吃饱的蜂鹰 继续在蜂巢旁 享受着它的用餐环节 不得不说 这一家子的黄蜂 真是倒霉到家了 竟然碰上了 应该是这样一个强大的猎手 敢也敢不走 只能祈祷它快点吃饱 也把自己的家都毁了 但这蜂鹰吃得津津有味 觉得站在树上吃还不够过瘾 它便用鹰爪抓起蜂巢 整个身子悬在空中 然后像夹鸡泡一般 在蜂巢里四面 虽然进食已经持续了半个小时 但这只蜂鹰还是不愿意离开 它还在平静地享受着美餐 一点一点地将马蜂窝撑开 一副不吃完就不走的样子 可怜的马蜂 辛辛苦苦铸造起来的巢穴 就要毁在蜂鹰的手里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让我们下回再见吧